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是由海伦 凯勒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的 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请坐 请坐 谢谢大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 继续拿手机 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就等着电视机前的您来拿了 下面是我们跟老师见面的时间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 营老文化董事长赵小叶 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的到来 媒体评论员于博弘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的到来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来了解今天 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从小就认识 父母也都是好朋友 所以我非常信任他 能跟他在一起 我真的非常的真实 但是他总是小题大做 难道说欺骗我也算是小题大做吗 以前的那些事情 是在不认识他之前发生的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欺骗 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如果他不解释清楚 我觉得没办法和他交往下去了 你的空间 你模糊的脸 我特别好奇 既然是打小一起长大的 他还能骗他什么呢 这得骗得多深呢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娃28岁来自四川 个体老板女嘉宾小天23岁 同样来自四川公司经理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这气的 哎呦喂 这这这 怎么了你 你要哭是吗 没有 那你怎么了 我就是想今天跟他和好 哦 那面不抽动 你要哭就哭会儿吧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哎呀呀 你怎么就把人家给弄成这样了 你看23岁 把一个28岁男人弄成这样 你算有本事啊 我没有 你看他 哎呀呀呀 这个打小就认识 哎对 我们从小就认识 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好朋友 哦 那这算 嗯 算 半个青梅族妈妈 为啥算半个青梅族妈妈 因为我们只耍了两年 因为先前我都是在外地读书 然后成长 对 而是前两年我才回来的 哦 耍了两年就谈了两年 谈了两年 对 这这男人怎么样啊 给评价一下 嗯 我觉得他欺骗我很多东西 欺骗呢 啊 他欺骗你些什么呀 就因为 因为是从小认识的 啊 所以我非常信任他嘛 啊 但是他经常他手机铃声 他都开着静音 嗯 我先前我也觉得 这能理解 嗯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他是因为就是 可能是躲我 有人跟他发短信那些 他就躲着我 哦 有一次就是 有人跟他发 问他在干什么 然后他就跟别人聊起来了 然后别人问他 有没有女朋友什么的 他直接跟人家说没有 我 我就浪漫了 我说有女朋友 你就跟人直接说嘛 我又不是见不得人 不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不是 很久以前这个微信嘛 你知道 以前我 我不知道 第一次玩微信的时候 我都是 可能现在光都知道 会在附近加很多人 然后我就加了很多人 就跟他们聊嘛 我的微信上 总共有四百多个人 哇 你真厉害 对 然后直到最后 现在我做生意了 不是做了个装修嘛 然后我就想利用 这个微信这个平台嘛 然后就打广告 打了很多广告 然后之前不认识的人 我都跟他们互动 包括他们聊 聊什么 那个 包括他们聊什么 说说 我都会去评论嘛 然后一来二来 就熟悉了 然后有一次 那个客户 也是我潜在的客户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铺面嘛 这个铺面 大概有130多个平方 我想做成 就是我就主动跟他聊天 明白明白 然后我微信上不是 那个经常发我自己的 那个自拍照嘛 然后看到我 也劈过一下 还算可以怎么样 然后他就 他就问我 现在怎么样了 你还挺帅的嘛 你恋爱了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很顺口的 就像说我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你怎么就说没有 你明明有 你怎么会顺口到没有呢 因为之前我没恋爱的时候 都别人都这样问我 没有 因为我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 因为我根本就不 那为什么别人会说想你呢 人家大晚上说想你什么意思 他发想我的时候 当时我很差异 我问你是不是发错了 他说 好像是 还在欺骗我的 还不止这一个呢 说其他的 我们两个是谈了两年多了嘛 然后也打算结婚买个房子 但是我 我这个事情跟他说了很多次 他一直都不同意 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他回来 就是钱包里面有一张物业单 当时那个物业名字就是他的名字 我就纳闷了 我说他有一套房子还不跟我讲 那房子是我父母买的 又不是我买的 是你父母买的又怎么样 是你跟你前女友的吧 说呗 那套房子就是 我求了他很多天 然后让他去 带我去那套房子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组成婚房 但是我过去 我就傻眼了 我就看到房子里面 有一个结婚照 那个女主人根本就不是我 那个 之前我不认识她的时候 我谈过一个女朋友 但是谈了三年 是我自己认识的 但是父母是不同意 但是 最后因为时间长了 她还是同意了 我们准备婚 但是那个女的 因为模式原因 她离开了嘛 离开了之后 她不是本地的人 我爸妈不喜欢外地的 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玩微信吗 当初有这个原因 她比她更小气 但是我也跟她解释过 真的没有 因为我做生意 我真的 我真的需要平台 房间里面的照片 需要去聊 去主动跟客户聊天 不管她是不是 我都要去聊 不解释了 就是房间里的照片 为什么不处理 这女生问的也对啊 你想走了吗 又谈了 好歹三四年过去 那照片怎么不处理呢 当初我一直跟我父母 就是因为我父母 当初这个三层楼 我一直住到二楼 然后那边我就没过去住 当初生死了 我直接把我东西搬回来了 那她当初不是 我那个房子是按揭的吗 然后她也出了一部分钱 她说那个房子 她说现在我 因为是外地的 我不想在外面住房子住 也许我哪天我想回来 我在这儿暂时住一下 你把我按揭环清楚了 那到这该多少 我们大家平摊 你还想着她吧 你现在还想着她回来住 我没有想着她回来住 那里面的东西 一部分都是她的 包括电视也是她买的 那你敢怀疑别人呀 她说她把那边工作 砸好了之后 她自己回来收拾 她自己把她 她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化妆品 来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没说 因为我自己有房子 我都忘记了她房子 那房子面积不到 只有90多个平方 主持人她全都在说谎 我没有说谎 她那个房间里面 我看到还有一个照片 就是她和她前女友 过生日什么的 还坐海盗船什么的 这个事情 我也让她陪我做 因为我年龄在那 我也喜欢 可是她陪我去 那个门口的时候 她怎么都不进去 她就弄死了 她都不陪我做 现在我才知道原因 啥原因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她陪她前女友做 她还想着她前女友 所以她不陪你做是吧 之前不是那个海盗船 是我第一次坐海盗船 真的是第一次坐 以前我坐电梯的时候 稍微快一点 我都会心里面 这是个人的那个心理因素 包括现场观众 应该知道 有些人她不敢做 那你为什么陪她做呢 因为她是骗我去做的 你以为你还三岁是吧 她说海盗船 她让我坐中间 她说坐中间不害怕 她说你试一下 我真的不害怕 她说那好 我试一下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做过 我再也没有做过 真的随便随便 让我去做 我没做过 真的很害怕 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思维 差异 马上就出来了 她就说我真的害怕 你能为她解除害怕 为我为什么 但是我真的为她去了 我真的去了 当天我告诉她 我说让我准备一下 我真的很怕做这个东西 因为我心里面 我心脏似不良 因为很示众的感觉 她就生气 那我怕到事情 我说好行 我陪你去做 姑娘 她那个女的 我先前我还不知道 我后来我就仔细的 看她那些 就是那个房间里面的照片 我才发现 那个女的特别熟悉 我想起来是她一年前 带我去参加过 她前女友的婚礼 她当时没跟我讲 那又怎么样 那个我已经跟她 分手那么久了 那你也要征求我的同意 别人去打电话 包括她朋友 也打电话叫我去 她就说 哎你来嘛 没事 大家都释怀了 别人都这样说了 那我说 不我怕 你前女友的怎么样 等于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参加了她前女友的婚礼 对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觉得她朋友 都在笑话我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都那么久了 大哥 真的 而且是别人打电话 别人都说 都告诉我 当时我说 都这么久 她说你看 我之前谈的那个男人都来了 就像笑着给我说 你为什么敢来 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 她说你怕那个礼钱吗 我说不是 我说我来 我到时候我来 你去干嘛 祝她幸福 不是去祝福 那去吧 就一个为了个面子问题 别人叫我去 好行 她说的没错 就是为了个面子问题 你结婚了 不是去祝福的 真的不是去的 那我的面子呢 搞笑是吧 你的面子有了 我的呢 今天是谁想来的呢 特好奇 是我想来的 我想让大家知道 这些事情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 挺严重的 挺我看起来 我觉得真的很 很普通的 什么才算严重 那你眼里 那我跟她 都已经分手了 我去参加 就打理了参加婚礼这件事 我如果真的对她有什么 我能带你去吗 你们当初都打算结婚了 那是当初吗 现在确实是我朋友 我确实是如此说的 是我朋友 你觉得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你现在 你现在还能跟她做朋友吗 能啊 确实能 哎呀 你早这么坦诚多好啊 你看同样一件事 这个时间顺序 其实挺关键的 能不能被原谅 又是怎么看待的 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就是我觉得可能 我是现在坐在场上 做生意的人 我想跟你说一下做生意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做生意 但是我想告诉你 生意不是那么做的 生意是你用诚实劳动 去换取合法收入 你现在这样 就是你跟异性说 我没有女朋友 异性说我想你 你觉得OK 我跟你说 这个已经触犯了 正常女性对于社交的底线了 你不明白吗 生意就是诚实的 用你的服务 用你的产品 去换取合法收入 第二我想跟你说 不要说瞎话 去骗你孩子 你之前的这种房子里面 有其他女人的婚纱照 你带她去参加婚礼 这种事情对女孩来说 这都不是说欺骗了 这是莫大的伤害 你带她去见证 你前女友的婚礼 你把她置于一个 她一定会不舒服的境地 然后去满足你 作为一个男人的面子 你怎么是爱她呢 你爱你自己 你选择的是不诚实的方式 去让她被动地知道很多 她不愿意知道的事 你这样不是爱她 所以孩子以后 谈恋爱实话实说 不管姑娘原谅你不原谅你 你要选择在感情中 尊重对方 尊重自己 才能够拥有一个 能够过得下去的感情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黄红兄 我感觉小王蛮可怜的 大家看他的表情 他感觉现在是不是有种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 是 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小王 比如说他有前女友 他没告诉她 但是他告诉过她 你曾经谈过恋爱 这是一个事实吧 小倩 只不过没告诉你是那一个人 当然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她带到了前女友的婚礼现场 我不多评说 但我感觉 这个男孩子没想我们想得这么糟 首先一点 如果说他和前女友的那套婚房 他真的要隐瞒的话 你到今天肯定还不知道 如果说他真的不想让你看的话 撕破脸都不让你进去 因为他是知道里面那个 前女友的结婚照是挂在里面的 所以他呢 其实现在呢是蛮疑惑的 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我感觉从他的表情也好 他语无伦俗的表达也好 他是真心地在喜欢这一个女孩子的 而且我从他和前女友之间 现在的这个关系 我倒看出这个男人还重情重义的 前女友说 这个东西我以后要回到四川 我是要来自己处理的 好 他给他放在那里 前女友说 让他去喝喜酒 好 我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 所以从这个方面看 这个男人 还是应该说 在这一方面 只不过是不懂 他的套路不同 我们不成熟 但是心还是好的 姑娘 你应该看这个人 是不是和你成为男女朋友 或者以后走进婚姻殿堂 我建议你应该放下心里的一点东西 而且这个放下是真正的放下 并不是放下他 要放下你自己 真的 我们说女孩子吃点醋啊 肚量小一点啊 那当然 但是这个男人这个表情 从一开始到现在我 真实的认为 他的表情是真的 那种 照进婚姻都洗不清 哎呀我今天今天今天 怎么办的 这种表情 我蛮可怜的 因为我是他父辈的年龄 他脸上无奈的表情 确实是真的 但他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 他不愿意承认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他没有那么爱你 他或许是喜欢你 但一定没有喜欢 前女友那么喜欢 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他逃避 海盗船 我也相信他确实是恐高 但是喜欢一个人就可以去做 所以一个人愿意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似乎于是什么人让他去做 是什么东西驱使他去做 爱情的力量很奇妙 很多评生不愿意干的事情 不愿意吃的菜 不愿意嗅到的味道 因为爱情也就可以接受 但你还不足以让他有这样的改变 这就是他心里没有明白自己的地方 他确实爱了 但他一定没有爱的以前投入 而以前的那种投入感觉 现在还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但是他自己又有点掩耳盗铃说 谁说我不爱你 我明明爱你 但只是我没有那么爱你 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你自己闷心自问 默默良性 他和你的前女友之间 不管是从付出上来说 从关爱的角度上来说 从尊重的角度上来说 你更爱谁 你为谁付出的更多 你自己默默良性 其实这没有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有过去不是你的错 但你不承认这样的差别 对他就是一种不公平 全且当一种分析 做所有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绘的时候 只代表一种可能 而不代表一定是对的 这是我想对姑娘说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对他爱的感受是什么 这很重要 有几个问题 你仔细去想一想 你的愤怒是来源于忌妒 还是来源于欺骗 这不一样 你也是一样的 不要老觉得自己那么委屈 有那么委屈吗 真的委屈 对吧 老师们说的有一部分 他不理解我 我是认定的 他不理解你 他为什么不理解你 你何曾理解过他 你何曾理解过他 你有理解过他吗 这就是我觉得今天你的最大问题 你永远在喊员 而你没有在认错 你要不道歉 我觉得你至少欠他一个道歉 如果你连道歉都没有的话 我告诉你 翻身就走 绝不回来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听听他们自己的心声吧 来 黄金六十秒 其实 真的两年多来 我做了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之前 的什么事情 我真的 真的是善意的谎言 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以前的事情 是因为你 因为以前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别怕你生气 或者是 小心耳闻 包括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真的 我真的是无心的 真的 我 而且我 因为我 我真的是 觉得很 也许是我性格的原因 我觉得 参加什么前女后 我觉得很无所谓的 我我没有那么 但是我没有 没有站在你的角度 了解你的问题 所以 我希望你 你以后能够 回吧 来 请关门 外人看来 其实是一段 挺荒唐的情感 你在这里面 看到了很多荒唐 但是对他们来说 内心都会有一些创伤 因为经历 越是这样的经历 就会有一些 伤害 什么 所以 我还是希望 今天在这个现场 最好的方式 是俩人都别出来 冷静下来 回到现实生活里 好好去聊一聊 但是 这一对 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 女生 会在这个现场 此时此刻 做原谅吗 男生 会在这个现场 做他的道歉吗 我们一起来 关注一下 请 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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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才更符合生活 我们不是要强制大家在这儿完成一个什么样仪式上的东西 而是真的让他们去感受在他们的情感过程中 在他们爱的过程中那些出问题的地方究竟在哪 请他们认真思考每一位老师给他们提供的角度 好好地在生活里过好自己的日子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 各位请看 我们俩都是离异的 经历感情出发以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成熟 我跟我的前夫感情特别不好 我以为我能找到一个同我 懂我 爱我的人 可惜他不是 我们俩交完也就三年了 对于结婚里让他字字不提 我不知道我在他心里是什么位置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曾经离异的经历会不会成为一段心情感的阴影 这对情侣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事件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宋32岁来自辽宁水明司机 女嘉宾小刘35岁来自辽宁网店老板 来有请 多请两位 多请 欢迎两位 杜少少 是谁要分手啊 是我 为啥呀 因为他太小心眼了 他怎么小心眼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俩回我妈家的时候 我妈对的特别好 而且就是我妈都是会问他 你想吃什么呀都给他做 但是我到他家的时候 他妈就不那么对我了 就是对我不闻不问 不理不睬 而且就吃饭的时候都是给他家不给我家 我妈到我家的时候 你不也是不理不睬的吗 她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就当没来一样 你母亲喜欢她吗 挺喜欢她的 挺喜欢她 挺喜欢我为什么到你家 你妈对我不理不睬的 因为我们家是农村 我妈妈是个农村人 所以说这些李盐老爷 农村的老爷不都是不太表露出来吗 再有一个就是 他没有设置的时候老出去喝酒 有的时候出去喝酒 一喝就喝到半夜 我给他打电话 打一次两次接了之后 就说一会就回去了 再打就关机就不接 那我跟朋友出去喝酒的不是正常吗 我也没有说每天都出去喝酒 那我们的条件都是有限的 那出去每次出去的花销都很大的 你也不能说经常去 而且还喝多呀 我不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吗 那你每次出去喝酒 你不也是一样吗 你也算 我也没有朋友啊 就是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的时候 非得让我拍照 录小视频什么的 我特别不理解 那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这么大人有什么担心我的呀 都是我女朋友 那你一个女的喝完喝酒 一喝喝到半夜 而且你不喝多了 你都不带回家的 反正回家了 喝多了 还得我照顾她 那你不照顾我 谁照顾我 喝多了 她回家就睡觉吧 还不 非得拽我起来跟她捞个儿 不跟她捞个儿都不行 那两口捞个儿不很正常吗 我不跟你捞 跟谁捞啊 我出去拽着别人捞 那你不喝酒的时候 那不跟我说话 不跟我捞个儿 那你跟我说话吗 你不也是在电脑跟前玩吗 你今年确实32岁是吧 是 你确实是孩子爹是吧 对 你孩子多大了 10岁 怎么你说话还像个孩子呢 是儿子对吧 对 你离婚之后谁带着呢 归我抚养 今天我父母带着呢 难怪 你就没怎么带儿子 对不对 是 比他大三岁对吧 对 您其实也有孩子 是不是 有 孩子多大 12 也是个儿子对吧 女儿 女儿 对 两个孩子处得怎么样 两个孩子不怎么见面 我的女儿在前夫那 一年也就过了一次到两次 但是他儿子每个大礼拜都会过来 他对两个孩子不一样 他儿子就是每个礼拜都来 带他儿子上游乐场去玩 去买好吃的 但是我女儿来他就不一样了 我就想就是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 孩子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呢 没有对你女儿不好啊 你女儿来了 我也没说不带他出去玩 没带他出去买东西 那我还得咋样呢 你就挑这些小事 尽尽尽较跟我 你们俩在结婚还要孩子吗 他想要我不想要 因为我们之间都有了 就不必要再要了 我很想再跟他要个孩子 因为只有我们两个 再要一个宝宝 才能拉近我们两个的距离吗 因为我们两个经济条件都有限的 他每个月挣的也不多 我也挣的也不多 而且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就身体不算太好 我就不想要这个宝宝 咱们有多少可以花多少吗 我接着再问啊 你现在能独立自主吗 能 我问问 孩子归谁带 现在归我母亲 母亲带 对 这个工资自己的钱归谁 现在有一部分都交给母亲 是一部分还是全交 一部分交给他妈妈管理 他妈妈就是让他把钱 叫他妈妈管理 就是给我点零用钱 零花钱 就日常开销 而且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 给我买几套衣服 而且还是买那种最便宜的 所以感觉心里就特别不平衡 那我妈妈总是想 毕竟我们两个还没有领证 怕我们两个胡乱花钱吗 咱们都这么大 都是成年人的 有什么胡乱花钱呢 该花的不该花的 我自己不知道吗 你们俩可以挣得多 谁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许他多一点 那就说你们在一起生活 你是主要经济支柱对吧 我想就是两个人宅起 就是花钱都无所谓 因为宅起生活嘛 就是无所谓 两个人要是想好好 把这个家庭撑起来 就是谁花钱都无所谓点事 但是他有些事都听他妈的 特别小心眼 行 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 我特好奇这件事 就听下来我特别好奇 因为那个时候他开车 每次我处于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是来回接送我 而且感觉他这个人挺好的 挺老实的 不会不像那种欢音敲语那样 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呢 因为我那时候家庭也是刚离异 心情感觉也挺不好的 偶尔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饭 遇见了他 一来而去的 我们时间长了 就每次吃完饭了 喝完酒了 就都是顺路嘛 我就把他们都送回家了 然后我再回家 你喝酒还开车呀 我那时候不喝酒 我开车出去不喝酒 挺好 你前妻为什么离开你 或者你为什么离开他 因为他对我父母太不好了 还是跟你父母有关 是吧 对 您呢 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外遇 男方是吧 对 是真要分手呢 还是说要帮他成长呢 我就要跟他分手 你为什么不分呢 因为我喜欢他 放不下他 我听起来就特别像个大男孩 生活里是不是你照顾他的时候特别多 对 累吗 累 所以呢 不想照顾 对 这可怎么办呀 老师们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赵老师 我觉得两句话 第一是别结婚 第二是别要孩子 哎呀 难得听从你嘴里听出这样子理性的话来 不能跟孩子有关 跟孩子有关 我就翻脸 真的我觉得这两位到现在常常这么长时间 我的感觉是你们还没有做好再作为父母的准备 你为什么想要孩子 是因为你觉得有了孩子你们俩能拴在一起 他不会跑了 那孩子是 我觉得这个女人要走了 我叫他用他肚子生个孩子把他拴在我身边的吗 不是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姑娘的考虑是合理的 你们两位都没有做好再作父母的准备 你孩子都判给你了 他不是判给爷爷奶奶对不对 法官没有说爷爷奶奶来养父母走开 没有这么说 你们最后判的时候是判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自己养呢 你都没有做好做第一个孩子父亲的准备 你想要第二个 最后我希望呢 跟男孩子说 希望你能够快快的断奶 你现在还是一个孩子 你看你上一段婚姻结束是因为你媳妇跟你妈相处的不好 这不是他们两个任何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所有的婆媳矛盾归根结底是夫妻问题 所以你分手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你没有长大 你还是把你孩子交给妈 钱交给妈 那你媳妇最后是跟你过 是跟你妈过呢 如果你还想追回她 我希望你先学着承担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他有没有你没关系 你的孩子有没有你那是一辈子 双方离异开始新的爱情 往往容易走进一个误区 幻想着双方的未来 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特别是离异受过双的 有特殊性 心简单一点 爱情就简单 生活就简单 但我还是要强调 离异双方再结婚 它存在特殊性 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人 有一方认为 我们再婚以后 法定条件许可的状态下 我再要一个孩子 婚前一定要说清楚 否则的话 宁愿不领结婚证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现在说好 我们有感情有爱情好 结婚吧 结了婚以后为了孩子一个要一个不要 最后还是要离婚 甚至包括财产 如果有婚前财产的 也早一点说清楚 把这些隐患 导火索 不要留到两个人扯了结婚证以后 谢谢啊 福老师 我问一下女方 有一个问题 极其费解 你上一段婚姻是因为对方出轨 而导致的 对 是吗 是 那为什么女儿还跟着丈夫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已经大了 就是他爷爷奶奶不给我 我说了我带女儿抚养 所以我什么都不要 他们不肯 你自己的亲戚条件是完全可以带的一个女儿的 你争取了吗 我争取了 他们就是不给我 你起诉了吗 我没有 两个人及时加起来都不太负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都曾经有过婚姻 都有过孩子 但都不是自己在带 你的女儿是前夫在带 他的孩子基本上没带过 所以每次当你的女儿到家 到你们所住的地方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当你的女儿没来过 因为他自己就不怎么带孩子 所以对孩子也不会大有感觉 你们之间根本没有经验和资格 以及责任感来再次成立一段婚姻 因为你们从上一次婚姻当中并没有接受教训 坦率的来说 作为一个经济条件独立的女性 完完全全可以带大自己的女儿 但他宁愿把女儿放在一个出过轨的男人身上 而且在我看来 据南方的描述 其实你有很多闲鱼的空间 喝酒喝到半夜 来给自己消遣 否则的话 不会有一个专职的 专车司机的出现 而你其实看上他的 我估计 也恰恰是因为他前期离开他的原因 因为你的前夫太不容易掌控 他出轨 背叛了你 而这个男人相对于来说 因为他很幼稚 因为他不成熟 相对于来说好掌控 但是无奈他还有个妈 所以你们彼此又发生了这样的程度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不光是在金钱上的算计 更多的是你们在第二次婚姻的过程当中 只有情投意合的成分 却没有志同道合的成分 如果有志同道合 大家伙都是想说 把第二次婚姻当成一次非常郑重的事情 彼此相爱并且给对方 铁示上一次离婚 所带来的创伤的话 你们就不会一个出去喝酒 一个到现在还不成长 也就不会说 一个自己的事还是妈妈做主 另外一个那么去介意 自己是不是要给对方生个孩子 你们没有成立 更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 那么你们在一起干什么呢 听懂了 如果你成熟的 他不成熟 你就带着他一起成熟 不要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 按自己的需要 去对待对方 或者对方的亲人 所以今天这个局面很简单 要不然你们接着抱团取暖 但是综合三位老师的话 你们成长 成长之后再考虑 我们结婚往前走 下一步怎么办 即使分手 也不要让这个手分得稀里糊涂 自己考虑吧 该说的都说了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五 以后我也是 我也会快快长大 希望我们以后会共同努力吧 我会对你好的 你老师嘴上说 你不去做 你要怎么去相信 因为有些事吧 你是个男人 你需要去做出来 我才会相信你 要不然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希望你各位是几位 我会做到的 那我再考虑考虑吧 没了吧 那就请亮灯吧 行了回去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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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送给你啊 要保湿 议备湿啊 多用啊 少喝酒 多沟通 好吗 是 请回吧 谢谢你们啊 没法去说祝福 因为不知道现实生活他们会怎么样 回家之后还要面对男生的母亲 回家之后还要面对各自的孩子 回家之后还要面对未来的生活 我们只能说祝你们好运 希望今天三位老师的话可以让你们成长 一起进入一杯诗爱情保鲜器 附老师天天圈的网友提问了说啊 我因为男朋友性格问题想跟他分手 然后他在三楼的窗口把我举起来要扔下去 后来呢又拿东西割自己的脖子 今天又拿钥匙扎自己的手腕 上面没写破没破啊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才能放下 那些性格有缺陷的人 第一 不要接受他的怜悯 第二一定要决绝地离开 第三不要去触怒他一面伤害自己 就消失在他的生活当中就好 好 谢谢 谢谢附老师 谢谢我们三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杯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一杯诗一杯诗 谈润保湿水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一杯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一杯诗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我们的节目是由海伦凯乐林芷林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的 再次对以上机构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辛苦了 同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